关于你提到的问题呢 我们此前已经阐明了中方的立场 我们愿重申以下几点 第一 中国一直在联合国禁毒公约框架下 大力开展国际禁毒执法合作 始终严格管控抑制毒化学品 也是全球第一个正式 整类裂管芬太尼类物质的国家 第二 非裂管化学品有广泛的合法用途 任何公司均可自行生产出口和使用 保证国际货物不用于非法目的 是进口国政府的法定义务 如同钢铁可以用来制造汽车 也可以用来制造枪支 不能因为进枪而禁止国际钢铁贸易 第三 2020年5月 美方将中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国家毒品实验室等机构 列入实体清单制裁 严重影响和限制了中方禁毒工作的能力 美国一面损害别国利益 一面要求别国合作 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甩锅推则不是美国内 芬太尼危机的解决之道 第四 美方应尽快取消对中方有关机构制裁 停止抹黑中方禁毒努力 同时永久整类裂管芬太尼类物质 以负责任态度解决国内 芬太尼滥用危机 谢谢大家